曾凡博大战杨汉森和王瑞泽 曾凡博真的羡慕杨汉森和王瑞泽能够在青岛队获得球权 而他自己呢在北京队是没有什么球权的 今晚曾凡博只获得了八次出手的机会 却拿到了全队的最高分 第四节只碰到了三次球 一次过渡球 一次扣篮 一次封盖王瑞泽的三分 北京队的老大哥们是想让羊儿跑 但又不想给羊儿草 可能曾凡博连选秀球员的出手机会 他都会羡慕吧 尤其是在同系队的林薇 他是拥有无限开火拳的 今晚另一场比赛的邹阳 16投得到16分 而曾凡博只有八次出手的机会 所以赛后球迷这样说 出手最少得分最多 吃的是草挤的是奶 现在我相信了 就算勒布朗詹姆斯来到北京队 也得先在底角蹲一个赛季 哦不对 这都是曾凡博的第二个赛季了 虽然球迷说的有一些夸张 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 曾凡博现在确实在北京队 只是一个功能型的球员 投一投三分 有机会了扣一扣篮 防守端封盖封盖 别的基本上没有围绕他的战术 相比于崔永熙 林薇这样的同一批被大家看好的年轻球员 崔永熙有自己的代表作 林薇更是有自己很多的代表作 而谈及曾凡博 你只能说选秀失败 天赋异禀 在国家队参加集训 在国家队打比赛也没有发挥的特别好 光有天赋根本就没有兑现 回到联赛 你发现他也没有任何的球权 今天晚上的比赛 你看完之后就发现 他就是一个工具人 就是一个功能型的球员 根本没有持球打的机会 唯一一次突破上篮 还是在快攻反击中 如果曾凡博一直都是一个功能型的球员 而不去成为一个全面的球员 那么等到贾以时日 方硕 翟小川退役之后 北京队的大棋谁来扛 曾凡博会不会泯然重任 整场比赛看下来 你会发现曾凡博真的是超有天赋 他的运动能力 他和王瑞泽的对比 你就会发现 努力在天赋面前确实差点意思 王瑞泽头三分 曾凡博竟然给他封盖了下来 王瑞泽面对曾凡博根本防不住 曾凡博的弹跳 曾凡博的身体的协调能力 曾凡博的长臂 但有天赋如果不去综合的训练自己 不在场上拥有球权去开发自己的各项能力 那曾凡博最后只能是一个投手 一个会扣篮的投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